我国首次推行智能医疗远程视讯咨询服务 接受特定医疗护理的病患 不需要到医院或综合诊疗所 就能够在家中进行复诊和治疗 病患只需要下载手机应用程序V-Dial 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够同医生进行对话 这项远程视讯医疗咨询 是卫生部控股署下综合保健信息系统公司 所研发出的服务 新服务是全国远程医疗方案的第一项 有助于把医院护理从医院带入社区 让病患能够在家中疗养 新的科技平台将以高素质的视像和音频 提供更准确的诊断 自去年11月开始 主角富佑医院、心理卫生学院 新加坡中央医院和成都生医院 已经开始提供远程视讯医疗咨询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和国立大学癌症中心 将在今年6月提供这项服务 其他公共医院也会陆续推出服务 全部提供更正确定 全国际上价格云 就算做 这一项颜色 协大学医院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